妈妈 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卡龙的母亲 我刚刚回到学校上课就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上周六的晚上 卡龙的母亲去世了 昨天早晨 刚一进教室 老师就对我们说 可怜的卡龙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幸 他的母亲去世了 明天 卡龙就要回到学校来上课了 卡龙来上学以后 你们一定要亲切地慰问他 谁也不许跟他开玩笑 知道了吗 今天早晨 卡龙来得很晚 我一看到卡龙 心里万分难受 他瘦了很多 两只眼睛哭得通红 走路歪歪扭扭的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 那样子真叫人可怜 卡龙刚一走进教室就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 也许他想到他的母亲了吧 记得那时候 卡龙的母亲总是很准时地来接他放学 没有一天落下 老师立即跑去 把卡龙拉到自己的怀里 说道 哭出来吧孩子 不过 你要坚强 虽然你的母亲再也不能来看你了 但是 你要相信 他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要坚强些啊 老师边说边把卡龙带到座位上 卡龙取出书本 打开书 可是 看到书本上母亲拉着儿子的手的插图时 卡龙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他把头埋进胳膊里 不想让别人看见 老师示意大家先不要去劝卡龙 就让他哭一阵子 然后就开始给我们上课 我很想安慰一下卡龙 可是 也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只是在他耳边说道 别哭了 卡龙 卡龙没有作声 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放学的时候 大家像往常一样出了教室 但是 今天特别安静 我看见母亲在校门口等我 就急急忙忙地跑过去 想扑进她的怀里 可是 母亲却将我推开了 当时我很不理解 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 过了一会儿我才注意到 原来卡龙独自一人 正在不远处盯着我们看呢 他好像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脸上悲伤的神情似乎在说 别人的母亲都来接自己的孩子了 而我的母亲呢 她再也不能来了 我这才明白母亲推开我的用意 就没有拉母亲的手 一个人走出了学校